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听清 大师 你方才说什么 我 这小子是故意玩我的吧 这不可能 只激活了一半的聚火阵 火焰十分虚弱 根本无法成效 更别说分焰和叠加了 你在作弊 谁说只激活一半阵闻 就无法分焰叠加了 这还用别人说吗 这是每一位炼药师都具备的常识 娘已经写信给你外公 这件事情 娘不会善罢干修的 这也差我了 秦小姐 陈少爷 还差一点 这修缮府邸的扫尾工作 就完成了 多谢左统领 这都是属下分内之事 不过 康王爷让属下转告二位 最好是搬到东城王府附近去 那里会更安全一些 多谢康王爷好意 我会照顾好我娘的 替我谢过康王爷吧 周统领 忙完之后 过来找我一下 是 陈少 陈少爷 陈少爷 周统领 找我有事啊 他记得我昨天晚上 你 ??? 娘 你都要替我报仇啊 你才刚好又被打成这样 我可怜的愤儿 我可怜的愤儿啊 你无认我 都是那该死的小畜生 孙儿 你确定打你的人 就是丹阁的直士 那老头 的确就是丹阁直士 孩儿不会认错的 可恶 那小畜生 怎会和丹阁的直士 扯上关系 丹阁直士身份高贵 想要对付那老头 怕是不容易呀 夫人 您让奴婢去丹阁打探消息 奴婢打探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快说 丹阁发出通告 说齐王爷调戏萧雅阁主 现在 丹阁要停止与大玄皇室的合作 丹阁 丹阁 拜见双亲 丹儿 快快起来 你可算是回来了 娘 丹儿 快见过诸位长辈 晚辈 拜见各位长辈 丹阁声明 威震大选国 并被陛下许诺冠军侯 我们这帮老家伙将来还要仰仗你的威名啊 秦峰 必不负众位期望 秦峰见过二叔 不必斗礼 听说颖妹 最近和秦辰走得很近 秦辰他伤我二弟判出秦家 乃是秦家的罪人 希望颖妹以后少跟此人来往 以免污了我秦家的名声 秦峰